哈喽,男人们大家好 接上一次的视频我们讲了四腹中的两腹 那么今天来讲一下黑腹病和软腹病 黑腹病,黑腹病又称义病,触导病 也是兰花常见的病害之一 其主要侵染兰花根部的业绩 那受害的兰株会产生暗绿色的水字状的斑点 高温高湿的时候病斑迅速扩大 形成褐色水字头大斑 最后成黑褐色软腹状 黑腹病一年世纪都可发生 高温高湿的环境依发持病 那浇水过多通风不良 也会发生严重的一个病症 那如何防治呢 加强通风降温措施降低相对的适度 那发病初期可用25%加梅林可施性粉剂800倍液 和72%的克戮可施性粉剂1500倍 50%安科可施性2000到3000倍进行防治 那如果病情是非常严重就需要翻盆处理了 把蛇的植株烂的部分切除掉 那量根将0.1%的高盲双甲浸泡30分钟 那露出量干之后再重新上盆 那么相对应的资料和盆距都是要进行一个消毒的处理 第四软腐病 软腐病为细菌性病害为兰花常见的病害之一 一般在当年新发幼苗上发病 幼苗发病时夜积部产生黑褐色的水迹状坏死的斑块 夜积部很快变黑一星期后腐烂 整株容易拔起 而且半有臭味 夜间一般是没有症状的 大苗叶片会有脱水的症状 产生黑腐病的原因大多是因为积水或者夜心进水造成 一年是紧急可发生 秋冬发病时若及时采取措施 部分蓝猪还有望保留叶片的部分 那如果是高温的夏季蓝猪得病后 这很难救治了 那么来讲一下软腐病的防治措施 第一主要是浇水措施 首先在高温时期浇水避免浇入夜心 其实是浇水和选择土壤的温度应该是适宜的 冬季的时候可以选择在中午的时候浇水 那么夏季的就要选择在早晚的时候浇水 第二加强通风 若是喷年事的浇水 浇水后应该立即通风避免夜心积水 第三好理的施肥 施肥尽量选择零驾肥 而且要勤肥薄施 第四发病后 发病初期可以用赛福线案和金甲二美龄 1比750的比例对蓝猪进行一个救治 那么所说的这四种病害 其中软腐病为细菌性病害 特点就是叶片软一把就起有臭味 而若是及时救治 一般很少波及其他的蓝猪 并有可能为病变的叶片能够保留 而其他三种 静腐病、根腐病和黑腐病 都是增菌性病害 发病后比较难以救治 其中静腐病和黑腐病 可以通过早期观察进行治疗 而根腐病发现时一般是很难救治了 因而在植栏过程中要多以预防为主 从预防来说不畏乎土壤、通风、浇水等措施 首先是土壤机制要选择疏松脱水 既保湿又沥水的 其次在高温高湿的时候要注意加强降温温 措施可以用黑网进行遮阳 加强通风 另外每个月可以用药剂进行喷湿 作为预防 从而减少病害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那么这两期的视频 希望来我们仔细观看 如果没有点关注来 记得点个关注 想要了解更多的两两小知识 可以在评论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